大家好,又是我Snicky和師傅 3.19 開伏兩週已經到季尾了 順著一隻天獻之戰瘋狂、劫道、偷野、有起動資金之後就開始玩遊戲了 玩正金鬼沒什麼特別的東西想追,38成就已經完成之後 不如玩一些一路都很想玩,但沒機會玩到的Build 啦 每次追主流很累又沒錢 POE 3.18 開始出現Uber難度85級頭目 遊戲上各方面的調整不同的魚圖天賦配合之下 流派的要求和作用開始走向分歧 喜歡打王的朋友可以製作一台打王機器以滅絕頭目為目標 魚圖天賦方面需要點滿頭目向的部分才會獲得最大收益 反過來說,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流派突發刷圖的能力 放棄打中滿頭目的傷害來換取速度 為喜歡刷圖的朋友分享一個行路的流派 Elementalus Autogoma 元素跑Online 亦都是因為突發刷火能力,基本上機體上是打不贏頭目級的敵人 包括釋戒、塞勒斯等等 最厲害都是打人Shaper和Elder,都還要是虎箭 Anyway,希望可以幫到有興趣了解行路標的朋友們 事不宜事我們立即進入地圖showcase部分 為表示流派的全面性,今次的地圖showcase 將會用上UnID的牛頭人作為示範 因為機體基本上可以打到所有詞綴 好,那我們開始吧 機體上主要綁定The Fulcrum 支點這把武器 武器的特色就是反射我方造成的所有元素異常狀態 包括反射點燃、冰門以及感電為主 同時作為元素使的機體 點好星華天賦及對珠后 將有所有攻擊都會造成點燃、冰門以及感電 問題出現了 對自身進行點燃、冰門、感電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冰門部分,配上自冰的戒指、冰門的效果相反 意味著冰門效果越高 我方移速、攻速、C速都會越高 亦都是主要的跑速來源 其次就是點燃部分,配上手套的紅黃詞序 我方觸發的點燃效果將會被框散 就會造成影片的效果 當我方進行攻擊觸發點燃,點燃反射到自身 反射到自身的點燃效果 亦因為手套可以框散的關係 將會持續地反射我方身邊的怪物造成傷害 造成傷害之後又再一次觸發點燃 又再一次反射到自身 不停來來回回循環機制 就可以做出影片的效果 缺點就是打王真的不夠力 為了可以完全不看地圖持續之下 流派很多資源都投資了在不同的免疫部分 我們可以打到密反、原反、不能回復、不能吸血等等的致命持續 有相關獵手增益的情況下 打圖打王都足夠應付 最緊要快 技能方面選擇聖路Define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硬頸和吹 之外是沒有特別原因的 任何高傷害物理法術都可以 只要點燃傷害夠高 跑步的時候能夠爆死小怪怪群 配合獵手的增益效果就可以瘋狂跑步了 由於機體大部分的防魚面都是來自獵手提供的增益效果 如果魚圖方面能夠選取更多金怪的機制 例如神魚、祭壇、花園等等 對我方的硬度也有一定的保證 最緊要確保機體 夠快又夠硬 家企都不用回家了 大家好,我又到了解說部分 師傅已經完成了38的成就 比以往快了有兩三個星期左右 平時都是玩完的錶 開始有多個錢之後才去做這些動作 今季一來他的成就要解都是相對容易一些 另外就是因為動力方面比較缺乏一些 今季的氣氛始終都是比較差一點 市場又沒有什麼賣 沒有什麼想追玩玩這些打寶遊戲 其實很嚴重 所以現在眼前大家看到這個流牌 其實CP值、效益方面就不是說十分之高 始終他的造價和能夠做到的東西 相比之下是會偏低一些 我們會綁定Head Hunt 我們就需要合這些高昂的六連甲 成本上比較高一些 屬於一些非主流的流牌 不像師傅之前那些 有貴、有便宜、有打不完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今次的部分就沒有綜合的評分 因為他是不能夠完全完整完成所有地圖 但是這些非主流的東西 接下來還有一兩個 既然今季這樣的氣氛 不如做一些非主流的東西 主流的一來有人做 二來這個世界是需要人賣蛋治的 對不對 個個炒樓就不行了 好了 我們正式進入這個講解部分 我們剛剛在一個片段裡面 已經講解了我們有自冰 有self chill這個效果 The effect of chill on you is reversed 就是用這個戒指 像之前自冰自毒的流牌也有講解過 同時The Fulcrum 這把武器 支點上面就有Elemental Element You Inflat Reflected to You 就像剛剛影片所說 我們所造成的元素異常狀態 就會反彈給我們 但實際的效果會是怎樣 我們又去S10裡面看看 有個怪在這裡 我們這樣進行攻擊之後 我們自身就會有這個chill 有這個兵門的效果 同時有ignite on fire 正常是應該有這個shock 但感電的部分我們稍後再補充 在我們沒有用上這個手套 ignite in flat spread to another enemy within a radiance 這個詞序之前 我們就這樣ignite跑步 是不會有任何爆炸效果 完全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我們用上這個手套 配合這個支點才能再進行到 點燃擴散這個動作 所以之前有觀眾朋友們問過 那究竟為什麼 你這個裝備我用了之後 為何未必跟到你那個爆炸的效果 就是因為沒有這個詞序 所以我們有這個詞序之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跑步了 大家見到 只要我們有這個兵門狀態 同時點燃狀態之後 我們就可以不停的炸怪了 所以之前的影片效果就是 如此造型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部分 鏡頭轉到HIGH O 進行這個裝備部分 以及這個流派剩下的解說 都很簡單 我們會對自身造成點燃 冰凍、冰門以及感電的效果 我們怎樣去避免這些反效果 首先冰門那裏就已經說了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戒指 冰門對我們是好處的 然後這個冰凍也都很簡單 我們cannot deflotion就可以了 但是設計千萬不要點第三點 要不然就會將我們的冰門效果降低 冰門效果降低 對戒指或我們帶來的移速 就會降低 所以千萬不要點了 點了你就要開新人了 然後就是關於這個點燃 我們不停燒自己 為何我們可以不扣血呢 就是因為這對鞋上的詞序 Unaffected by Ignite 這條詞序就是T0的WARLOG 這個Unaffected 和Inmute是有分別的 Inmute 就是我們不會受到點燃效果 就是說我們這個人仔 副debuff debuff的面 就不會見到有被火燒的人仔 如果我們沒有受到點燃效果的話 我們就不能將點燃散出 亦都做不到相關的爆炸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 inmute點燃 我們一定要受到點燃才行 但是我們點燃的話 會燒死自己 我們就有這個 Unaffected by Ignite 這條詞序就是 我們不會受到點燃效果的影響 而是就是說我們身上 就算燃光火也好 我們都不會扣血的 這個就是那個流派另一個核心的部分 所以說這些裝備大部分都很Telermake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真的要玩這個流派 你才會買這些裝備 或者製造這些裝備 你要賣出去 除非那個人都是在玩這個流派 要不然他未必會買你的裝備 比較難賣這些裝備 接下來就是關於感電部分 感電部分呢 我們就用這個精髓 就剁個頭 就慢慢剁到這些相關詞出來 我們剁到一個T1的紋 我們捕到T1的這個血 然後本身自帶這個factor 的頭 再加這個位置就OK了 我們見到這裡有57% Iffoid being shocked 我們是57%避免感電 然後我們的珠寶 就有23% 這裡有 然後這裡就有24% 加起來又超過100% 我們只要把這些珠寶加起來 我們又可以避免感電了 然後我們的戒指上面 cannot be poison 就是我們不怕中毒 然後這一顆又有狂毒 就是腐法之外 我們也是不怕的 而機體另一個特點 就好像剛剛所說 我們是不怕任何地圖 都可以打贏的 我們不怕密反 我們不怕圓反 我們不怕 cannot regen 我們不怕 cannot leech 這四樣東西 都是比較威脅性的 但我們都是完全不需要理會 都是這個流派的特點 我們再講講 很快的 我們這裡會點了這個不怕 減少反射傷害 同時中神電 都是減少反射傷害 然後我們的尺序上 製造了 我們的戒指和頸頂裏 製造了減三 我們的靜路 是不需要任何魔力的 我們只要觸發到 就可以起行 然後我們也是殺怪 或者我們有血水的關係 我們可以保持住 我們可以保持到 我們的血量 所以基本上 我們是不需要任何魔力的 所以 cannot regen cannot list 所有地圖都可以打到 也是這個流派的特點 不好意思各位 本來還有一段實機 去到剪輯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的麥克風是靜了音 我不要錄到我正在說話進去 所以我們直接去到片尾了 不好意思 大致上就這樣 今天為大家介紹了 這個跑跑流 這個BOMBOMBOY的運作原理 知道為什麼可以爆炸 reflect路 如何處理 各樣組裝 然後我們速刷了26張地圖 可以得到一個非常不錯的收入 即是沒有老打圖都可以賺到錢 只要你刷得夠快夠多的話 任何方法都可以賺到錢 然後師傅個人都比較喜歡 這些比較小眾的流派 畢竟他用了很多額外的資源 去堆砌一個不是十分有效益的標 這個是玩POE最有趣的地方 基本上這些東西 或者他做到的東西 很多標都做到的 隨便做過龍捲射擊 或者是做過主流的 可能是劈雷都好 你一定打完所有的王 都可以打到很多地圖 但是速度上沒有那麼快 或者效果沒有那麼爽 就是這個今天想表達的東西 就是不是一定要看效益 但是 當然效益也是主流來的 人次要吃飯 一樣道理 Anyway 希望這條影片有幫到大家 我們下條影片見 如果你覺得何師傅的影片 有幫到的說話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Page IG 以及Twitch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